當地正是晚上的時間 從空中可以看到 大批穿著黑衣的警察 是聚集圍在這一間 這是位在林肯高地 這個區域的房屋外面 那他們是維持著姿勢 等在外面 還沒有要進行攻堅行動的樣子 不遠處其實還可以看到 有多輛警車停放 另外空中也有警方的直升機 在附近盤旋 而且還用擴音器廣播 叫民眾說要關好所有門窗 待在室內不要外出 洛杉磯週三晚上 是因為有三名員警中槍 警方表示說這三名員警 是在下午接獲通報 出動帶著警犬 去搜尋一名逃亡的假釋嫌犯 然後就在這次搜索行動中 遭到嫌犯拒捕開槍 據了解 其中一名員警 甚至是中了至少四槍 但幸好現在三個人 都已經送到醫院來接受治療 而且情況穩定 沒有生命危險 現在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是說 警方包圍的這間屋子裡面躲藏的 確實就是那名開槍的嫌犯 只是警方進行了攻堅行動 進入屋內之後 在房屋最底部的一個小房間內 已經發現了嫌犯的遺體 嫌犯已經死亡 目前對公眾安全 已經不具有任何的威脅 以上就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把現場交還給棚內主播 再看知識大陸軍事專家分析 解放軍必須具備兩大的條件 才可能應對可能發生的台海衝突 交給惠雲 關於俄武戰爭 中國大陸確實也在藉由這場戰爭 來檢討他們自己內部的軍隊作戰能力 根據路透社報導 中國大陸的軍事專家 中國軍工複合體研究 內部就有非常非常多篇 關於這場俄武戰爭的研究 討論了各個面向 他們得出了幾個重要的結論 包含說以後的作戰 如果說真的和美國的部隊 在台海爆發衝突 他們要具備什麼樣子的能力 第一個就是要具備 可以擊落低軌星鏈衛星的能力 因為他們發現這一次 就是馬斯克的SpaceX底下的星鏈衛星 幫助了烏克蘭維持他們的通訊 即便是在俄羅斯的狂轟猛炸之下 他們的網路通訊還是OK的 再來就是一定要有對抗 監射式刺針標槍飛彈的能力 因為他們這一次看到 很多俄羅斯的戰機 都是被烏克蘭使用 這個刺針的標槍飛彈給擊落的 所以他們認為需要具備 這樣子的對抗能力 保護他們的戰車還有直升機 免遭受襲擊 再來還有幾個這一次戰爭裡面 有比較重大的突破 是看到無人機的運用 那麼很多都被視為是突破 對方陣線的破門利器 所以中國大陸這一方的評估 也是認為這個是值得再投資的 還有就是說如果美國真的提供給台灣 海馬是多管火箭炮的話 中國大陸應該擔心嗎 他們表示說針對這一點 他們認為大陸有火箭系統來支援 他們的偵察無人機 再加上台灣的環境 是很容易被封鎖阻隔外界的軍員的 所以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說 面對不同的對手會有不同的命運 但是很明顯的中國大陸確實是在利用這場戰爭 看俄羅斯的錯誤來學教訓 那麼他們還有講到一點就是說 在資訊戰的地方 俄羅斯確實是輸得一塌糊塗 在這個部分 烏克蘭和他們的盟友大獲全身 還要觀察的就是大陸漁船 勾斷我國的海底纜線 皇甫智庫研究員警告 那是共軍的陰謀 中華電信工程人員 加緊腳步吊掛微波 馬祖居民總算可以拍照打卡上傳 這一個多月以來 上網卡卡全都罵翻了 目前海纜線斷了以後 發生什麼問題 四箱五島 通訊全部沒有了 網路網頁 這個經濟的 旅館的 觀光的 全部都沒有了 一片空白或炸鍋了 通通停止了嘛 所以網路對現實的生活 非常重要 老闆說我可以沒有飯吃 但我不能沒有網路啊 延漿縣立委陳雪生反映民情 直言慘況比疫情還嚴重 事發在2月2日2月8日 短短一週內兩條連接 馬祖的台馬海纜遭中國大陸船舶扯斷 馬祖通信大受影響 因為修復海底電纜的國際海纜船 全球只有60艘 中華電信已聯繫10多艘修復船 預計排到4月中下旬才能修復 大陸現在建築業很夯 缺砂子缺石頭 所以他們冒險到我們海域來抽砂 這個砂子抽了以後啊 我們海南本來是在砂子上面 好下去以後會斷來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他們雙脫網的船 在海船勾 勾到線以後勾斷了 這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那當然你講 比如說蓄意破壞了 是否刻意破壞NCC也表示 這次事件沒有蓄意人為跡象 只是連續弄斷兩條海南的機率 還真的不高 華府智庫研究員伊莉莎白布勞 就撰文警告 指出中國大陸正在練習 如何切斷全台網路 馬祖海南被斷 可能是進一步侵略的預言 如果說我們海南全斷 那對於就是我們跟世界的聯繫 當然會造成嚴重的衝擊 可是對於防衛作戰來講的話 可能影響是比較有限的 因為台灣本島有這個骨幹的光纖網路 還有將近14萬個基地台 所以對於部隊的指揮作戰 就是不會造成影響 長售海底電纜難度高 收理費用更上看3950萬台幣 台馬海南過去5年斷了25次 2021年受損5次 2022年受損4次 但這次最為嚴重 這種海底電纜是台灣很重要的 所謂的基礎 所謂國安的基礎的線路 所以從任何角度來講 都是要確保在兩岸緊張 甚至戰爭的時候 能夠確保無語的 但除了這個之外 萬一真的出現之後 我們其他的聯繫的管道 也是另外一個 我們必須要做準備的地方 那至於外島的部分 的確它的難度是比較高 但是我相信這本島的部分 確保我們基礎設施 不受到這樣的一個干擾 絕對是目前工作的一個重點 華府智庫研究員認為 中國大陸船隻頻繁造成破壞 並不尋常 何況短時間內兩條全斷 進一步來看 若要切斷全台網路 只需要弄斷15條 主要海纜就能達到 地轨衛星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解決的手段 但是在布設這些地轨衛星 也可能要好幾年的時間 所以在同步進行的情況之下 也要考慮到 類似這種微波的數量增加 破壞海底電纜 是這個時代的封鎖方式 而且可以偷偷摸摸完成 學者認為 中共真要切斷全台網路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或許在小的地方有可能 可是對台灣整個來講的話 它可能會有一些阻擾 但是你說它會不會整個弄斷 這個我會是語帶保留 因為它其實弄斷 台灣的這個電纜的話 對於整體國家的通訊 整個世界上蠻多部分的通訊 都會造成影響 那當然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也不能說它不敢 就去不去防範 當全台網路大斷線 失去與外界聯繫 台灣成為孤島 中共可能趁機大打資訊戰 會有更多的不實訊息會出現 當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網路 去查證資訊的時候 假新聞的破壞性就會被責 若不及早強化基礎設施任性 面對灰色地帶侵略 斷網這類破壞性強大的無形封鎖 未來恐怕會是棘手挑戰 TVBS新聞 請問我們好與台北採訪報導 再看是日韓交流 睽違五年南韓總統即將訪問日本 請教慧云 日本跟南韓有機會破冰嗎 這是根據日本的媒體報導 南韓總統尹錫悅已經敲定了 在3月16號17號的時候 就會訪問日本 而且要和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來會面 那如果此行真的成真的話 這是時隔將近五年 再度看到南韓總統訪問日本 而且尹錫悅最近外交行程非常的多 4月他還要出訪美國和美國的總統拜登見面 雙方要迎來的是美韓同盟70年 那麼事實上 南韓總統尹錫悅上任之後 他已經針對了日韓長期糾結的 這個二戰強徵非法勞工一事 南韓的外交部已經宣布了 這個的賠償會由南韓的基金會來代償 日本的企業不用來賠償 所以這已經是變相的釋出了一點善意 那再加上尹錫悅是多次強調 關於朝鮮印太地區的議題上 美日韓三方都是要合作的 再來他也不斷強調說 他上任的首要目標就是要改善 文在寅時期降至冰點的日韓關係 那現在如果這個出訪行程敲定的話 真的也是看到破冰熔冰了 也來看懂南韓收復與日本的關係 就是為了應對來自於大陸的各種威脅 南韓宣布要加入美國、日本、印度、澳洲的四方安全對話 南韓總統以錫悅還將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並在三月舉行日韓首腦會談 外媒認為四方安全對話的存在 就是為了取代大陸在印太地區的位置 對此大陸外交部表示 國家間不應該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 我們也希望有關國家能夠多做 有利於地區國家的安全互信 有利於地區和平穩定的事情 希望有關國家不要挑動對立 不要搞封閉排他的這種小圈子 不只東北亞對大陸有防禦 大陸四十艘的海警船 在南海派格阿薩島附近駐紮 該島是菲律賓在南海控制的 最大且最具戰略意義的前哨基地 引發關注 另外國際間最關心的台海問題 對於四月蔡總統過境美國 大陸外交部對此表達嚴重關切 並對美國提出了嚴正交涉 要求美方做出澄清 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 美台官方往來 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分子頭目 以任何名義任何理由篡美 堅決反對美方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同台獨分裂分子進行任何形式的接触 大陸學者李一虎表示 大陸對於統一沒有所謂的時間表 除非台獨觸犯了反分裂國家法 李一虎也呼籲美國不要過多的干涉 不要在台海問題上犯歷史錯誤 TVB新闻 蕭英強 陳向如綜合報導 小新科技犯罪 有歹徒騙走一對夫妻數十萬元 他們是利用軟體複製被害人小孩的聲音 交給惠云 加拿大出現了新的詐騙手法 來看到這一對夫妻 他們接獲了一通來電 對方一開口就說是他的兒子 那麼遇上了什麼樣的狀況 說撞死了美國的外交官 現在被關在監獄裡面 要需要一筆律師費用 那麼詐騙了歹徒 幾個小時之後又再假裝成是律師 一開口就要2萬塊台幣 2萬塊的加幣 相當於台幣47萬元的費用 這對老夫妻 他們覺得說有一點怪怪的 但是因為聲音聽起來很像他的兒子 所以還是乖乖把錢換成了比特幣 交給這個歹徒 那麼是直到之後 兒子真的打電話來 他們才驚覺受騙了 他們為什麼會受騙呢 就是因為這通電話裡面 這個兒子的聲音 真的被模仿得非常非常的像 因為歹徒是用AI來複製 合成他們兒子的聲線 那麼他們就趕快報警了 但是確定這個錢是拿不回來了 至於歹徒為什麼會有這名兒子的聲音檔呢 因為他是有一個個人的YouTube頻道 會在上面分享一些他愛的活動 運動 他的嗜好等等的 疑似就是從這個影片檔 變造出一段聲音檔 來詐騙他的爸爸媽媽 好 那這樣就是新的詐騙手法 那關心完了國際間的新聞之後 我要告訴您是TPBS有推出娛樂頭條 歡迎您拿起手機掃描 這個QR Code加入我們的LINE好友 就可以帶您掌握許多精彩的娛樂動態 專家要教大家避免網購盜刷 不要同意系統記錄信用卡卡號 奇怪 這一筆是什麼時候刷的 我怎麼沒有印象 不管交易金額大小 就算只是刷一塊錢 聯動銀行的LINE官方帳號後 就會發送通知給你 如果覺得刷卡記錄怪怪的 可以點進智能客服裡做通報 因為民眾每天使用通訊軟體的頻率很高 也更容易注意到異狀 現在信用卡盜刷越來越猖獗 可能人在台灣卻收到海外交易通知 我們去年一整年的資料顯示 95%全部都是網路盜刷 網路盜刷它的來源有可能有兩個 一個是民眾交付了你的資料 可能它是你在網路上面訂購東西 所以它破壞了那一家廠商的資料庫 它就取得你的資料 所以它就會來跟你確認 你的名字 訂單 所以民眾就會交出去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是盜刷卡集團 他們常常在發動的我們叫Bin Attack 就是他們會去推算卡號 然後就用這個卡號來做攻擊 現在民眾的購物習慣很依賴網購 也讓盜刷集團從這方面下手 甚至很狡詐的選在半夜 從小金額開始多筆試刷 銀行端也不斷設置防堵預警機制 一樣透過這個AI技術 很早就把我們的支付卡 認證機制建立起來 所以我們會用一些歷史的交易資料 然後攻擊的太陽等等去收集 我們應該是全部金融機構裡面 唯一有金融安全部的 就是說我們是有一個專責單位 然後它就專門處理 所有跟外界的 不管是詐騙 濫用銀行的管道 假設我今天要買房子 那可能我會打電話給銀行 我待會兒要買房子要刷定 所以你可不可以把我的額度調高 那你就還是會有一個動作 跟銀行之間往來 可是假設我今天從來 都沒有做這些動作 然後我就在西非刷了1筆300萬 那其實是比較特別的交易 所以銀行就會趕快跟你聯繫 用AI去分析 若是脫離客戶生活慣性的異常 就會打給你 各家銀行使出渾身解數 因為我們知道卡片部分 剛剛有異常的消費 那因為您之前沒有刷過 所以跟您做個安全照會 從系統上我們會針對 比較可疑的商家的名單 還有一些交易的金額 交易的次數 裡面做一些參數的規則設定 然後當客戶進來的時候 有多比交易的時候 我們系統會跑出 這樣的異常交易的時候 而進行簡訊或電話的通知 本行的行動APP 有信用卡的管理功能 可進行卡片的安全鎖定設定 那如果卡友進行 沒有所謂的國外交易的話 就是國外網路商家的購買 或是旅行的話 面對盜刷集團的叫戰守則 在行動銀行APP中 有卡片安全鎖 您可以選擇鎖定國外交易 杜絕海外盜刷的風險 而要如何避免網路購物時 卡號外流呢 第一個不要點臉書 LINE上面的一頁式廣告 容易倒向假的購物網站 還有不要在網站留下信用卡資料 現在很多購物網站會提供 記錄卡片號碼的服務 讓你勾選 下次結帳就不用重複輸入卡號 但卻容易讓卡號外流 萬一被盜刷集團入侵後 就能取得信用卡資訊 也不要透過瀏覽器 記錄信用卡資料或網站的帳號密碼 以及平常手機等等 別隨便下載不知名的APP 小心被植入惡意軟體測入 另外別讓親友使用自己的卡號 不要使用公用網路進行交易 比較常看到近期出現的一些手法 就是民眾可能會 他有一些會員制的 比方說電商或者是看劇的平台 或者是大賣場那種有會員制的 那他可能有 本來就有申請這樣子的一個會員制度 那在電子郵件或者是簡訊 收到通知說 你的會員好像到期了 要重新綁定 類似這樣的一個訊息 那民眾可能會沒有特別去多做了解 那就直接點進去簡訊 或者是電子郵件裡面的連結 那這個連結它會連進一個 看起來真的非常像官方網站的一個網站 其實它是一個釣魚的網頁 那就在這個釣魚網頁裡面 輸入了一些個人的資料 無法確認的連結不要點 刑事局建議自己搜尋正確的官網來登入 寧可麻煩點做查證 避免個資外流互換無窮 TVBS新聞 游瑞生謝謝西王毅杰 看不到 一般的綜合感冒藥通常會含一些抗阻治安 止咳的成分或止痛的成分等等 主要是用作於症狀的緩解 那因為它是副方 然後因為它是副方